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让人不禁想要尝尝看它们是什么味道 让人不禁想知道这些有趣的曲名到底是台湾翻译太有才 还是日文原名其实一样有梗 而英文翻译的名字是不是也那么趣味呢 所以皮主播准备在这系列的影片中挑选一些有趣的宝可梦 和大家分享它们日文英文名称 还有背后的命名逻辑甚至是好玩的笑点 在认识宝可梦的同时还可以学习到外文 这么有风趣又具教育意义的主题 各位还不赶快帮皮主播按赞分享吗 好啦说这么多肚子都饿了 让我们来看看荣幸成为皮主播第一只要介绍的宝可梦吧 利亚地区图鉴编号十号 爱吃豚 许多人都知道豚在日文是猪的意思 豚骨拉面就是指猪骨头熬制而成的高汤做成的拉面 而爱吃豚到底是爱吃的小猪 还是人们爱吃的猪呢 让我们翻开图鉴 爱吃豚一整天都在觅食 拥有优秀的嗅觉 但是都被用来觅食了 看来应该是爱吃豚自己爱吃吗 爱吃豚的日文是guruton 分别取自gurume及tong两个单字 gurume的意思是美食 是由英文gurume转换而来的外来语 tong就是豚也就是猪的意思 所以说guruton就是美食猪 如果是英文翻译应该不会那么残忍吧 爱吃豚的英文是lechunk 看起来有点复杂 先介绍鱼尾chunk 通常是用来形容胖胖而且可爱的小动物 是不是很符合爱吃豚的形象呀 而前段的lechunk是新白羊文的乳猪 不过如果你在网路上搜寻这个单字 你会发现lechunk大多数情况是指 就连在台湾都很常见的美食 烤乳猪 你能想象当我们说 哇爱吃豚好可爱哦 的时候 外国玩家是在说 哇烤乳猪好可爱哦 的画面吗 为了不要真的变成桌上的美食 爱吃豚只好赶紧进化了 进化后的爱吃豚会变成飘香豚 是不是一副飘出浓郁香味的样子呢 抱歉刚刚放收图片的了 这才是飘香豚啦 左边是男生 中间是女生 途间中说到飘香豚会释放出香气吸引异性 或是疗愈周遭的宝可梦 听起来它们是真的很香啊 飘香豚的日文是perfuton 由香水的perfume和豚的tong组合成 而perfume就是英文perfume转换而来的万来语 一只猪让我们学到两种语言 太转了吧 咦 那飘香豚的英文名字 你们是不是会觉得一定和香水的perfume有关呢 对 但也不对 飘香豚的英文名字是 oinklum 是不是很奇怪啊 oink oink是猪叫声的拟声词 拟声词就是用来描写生物动作自然线上声音的词 例如大雨哗啦哗啦小狗弯弯叫等等 而对外国人来说猪叫就是oink oink的叫哦 而词尾则是来自kolon 讲到这里 想必有些观众已经联想到 没错 kolon是德国著名大城市之一 同时也是大家都耳熟能详的香水种类之一 古龙水的意思哦 所以虽然oinklum并不是直接翻译日文的aputum 但确实也是香水的一种啊 透过以上介绍 大家对可爱的爱吃豚 以及香香的飘香豚 香香的飘香豚 是不是有更多的认识了呢 如果喜欢今天的影片 就帮皮主播按赞分享一下 如果希望我介绍哪一只宝可梦 也欢迎在影片底下留言告诉我哦 我们下一支影片再见咯 大家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